这张作品是我1998年的作品 我们1997年来到加拿大 1998年正好是我和我太太分别受洗的日子 年份 就是来到教会以后 我开始阅读圣经 开始思考信仰与生命的意义 这张画里的女孩 不像我以前画的画都是 一眉夫手那种含蓄 那种妩媚 这女孩是把头抬起来了 开始仰望上苍 就是要看探究从天上而来的一些信息 那些永恒的真理 1998年8月 我在班森里受洗 在班森湖里受洗 当我的脸从水里出来的瞬间 阳光穿透层层的乌云喷洒下来 就是照在我白色的膝里刨上 是我忘记了湖水的寒冷 这真是个奇迹 因为在这之前一直下着漂泊大雨 当时的一个叫美宁姐妹 还每次写了 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登在那个月的世界报上 这个此行此景 我自己也非常感动 随后我就画了这幅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宾 people